我在西藏遭遇到一场超级冰雹 所有的车都被堵在山顶 眼看冰雹越来越大 我竟然开始莫名兴奋 我始终认为堵车是最能证明房车架着的时刻 当别人在车里饥寒交迫 甚无可恋的时候 谁能想到我已经恳起整只烧鸡 吃饱之后还能诈备热咕咕的芒果汁解解蜜 啥时候在堵车呀 吃饱喝足躺在床上刷个剧 这绝对是堵车界的天花板吧 实在不行再来手拟好毒 送给堵载前面的兄弟姐妹们 没想到就我这歌声 还真能把前面的大哥吸引过来 进厕所是吧 对对对 厕所在那啊 屋里有人我也不好继续放肆了 最近身边人都在咸鱼APP卖闲智赚钱 我也顺便把换季的衣服整理一下 挂到咸鱼卖掉 闲智的衣服鞋子包包很快都能卖掉 能赚不少呢 快点击下方链接和我一起上咸鱼卖闲智赚钱吧 这位帅气的大哥进去没一会儿 我就在车里闻到一股无法描述的味道 大哥你把排气扇打开 问别大哥以后 我看前面的车队隐约有前进的趋势 下了几个小时冰雹 路上已经结上一层冰了 西藏的天气变换莫测 我得重新规划一下下一站去哪里了